今天班長 他教的那個和解跟以前我們覺得都不一樣 對 他做的和解跟以前 對 以前班長沒有這麼溫和這樣做和解 可是今天的和解給我感覺不一樣 很溫和 他教的方式做的方式也不一樣 尤其能量管的缺 我今天真的完全不一樣 嗯 是什麼原因讓他不一樣 是因為對方比較漂亮或者是 我就覺得今天的和解很溫和很溫馨 對 然後他在帶領剛剛那個師姐做的時候 會不一樣 我不會講 可是就是不一樣 那你覺得是能量來的那種類型不一樣 還是什麼原因會讓同樣是和解 為什麼會工法不同的說法 這樣子我禮拜四的課 因為我的體會就是今天真的不一樣 沒有可以寫的 對 今天的和解真的是跟以前不一樣 因為今天的和解真的是跟以前不一樣 他沒有被和解到 當你一個學到一個東西 你被這個工法給拔直住的時候 你絕對無法創新 那我剛剛順天問我說 今天好像做的都不一樣 為什麼 我說我也會進階啊 對 你當你不被這個法給葬住的時候 你也進階 你的方法 你可以一直融會出新的東西來 而且 讓它變得很簡單 讓它變得很簡單 今天這個和解要是我照我以前的方法 這個和解最少15分鐘到半小時 但我今天5分鐘就解決掉了 而且達成效果 驗證到了 我最後驗證切除能量管整個驗證的 我讓你自己驗證 讓你自己去看到能量管斷掉了 可以看得到嗎 他有參與到 對 後面真的是不見 有那個影像出來嗎 我是沒有影像 可是我能感受到那個小孩子就不見了 他開心的時候這樣 超越班長 對 縱使他 不是真的 但是呢 實實在在在你的影像當中 這個小孩慢慢消失不見 能量管消失 有沒有達到安心的效果 有 比我這樣切還有效 我還需要這樣切嗎 不需要 我讓你自己切斷能量管 這個很厲害 對 他有達到他心安 對 而且那個心放下了 對 我就今天就給我這種感覺 最好是能哭 他的那個哭文 而且我發現今天的和解好像超簡單的 跟以前班堂那些 都學不起來的 差很多 這個是不是也跟對方 被和解者的他的信心的程度 信仰的強度也有關係 對吧 他很相信的時候他一下子就可以了 對 而不是去執著那些法 你去直接執著那些方法 你會跳脫不出來 你會永遠被這套方法給卡死 你沒有辦法創出你自己的風法出來 老大最厲害的就是創風法 自己創 這才是重點 自己創 今天我教出一種方法 在各位身上可以演化出數十種風法 都是同一套演化出來的 法上非法 法上因此何況非法 對不對 更詳細的內容請上官網 搜尋您要的關鍵字 喜歡我們的內容 請按讚訂閱加分享